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场跨越深海的对话 来自武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学生 和浙江大学学子吴雨昕之间 这个暑假 吴雨昕和其他六位同学 在龙村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 乡村公益下列营活动 中国民校能来到这里 能够给孩子们一个震撼 大学生来到我们学校了 来到我们镇里面了 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先来看一幅地图 点长现在就是广东 那你知道这幅地图具体白色部分是指哪里吗 指哪里 对 那么我发现山确实也很多 它对山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样子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两周时间 在这些满腔热忱的大学生 志愿者们看来太短 知识固然重要 但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 眼界的提升 自信的增长 对未来的憧憬 似乎才是这些生理孩子们 打开美好世界的钥匙 我们当时在设置课程中 也考虑到了在两周之内 如果想要以一个专业知识为主的话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主要希望通过一系列美育课程 关于爱 关于美的种子 拨洒到孩子的心中 那么希望也有一种这样的内心动力 来推动他们走出大山 大家画一下 可能画得很好 那我们来怎么画呢 最后呢 我们就来用我们自己的手下的笔画 来画一画 你眼中的你南山翼 从你看到山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有一个新创作的空间 就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考导来画 再来一个图点 老师这个怎么发 新蓝色都可以 就是从上到下 还有一个镇变的过程 就是这边图 主要沿着它的一个边界线 今天是夏令营活动的第六天 室外温度高达39.6度 热浪卓人 但在教室里 比天气更热烈的是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各种新奇的上课方式激发出了孩子们学习的万丈热忱 他更喜欢这边的景色 美育类的教育是一位狮子的匮乏 是不好做不好开展的 孩子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方面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乡村振兴这一个阶段 已经脱贫空间已经结束了 其实对于广大村民 包括我们的孩子们来说呢 解决温饱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最主要的赴脑袋 赴口袋的同时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复脑袋 这是你看到的山的样子吗 所以你就把它画出来了是不是 这就是草 是草 山上有一个草 现在一个我感觉好像是夏天 要夏雨的时候 由于过天期有一种非常丰富的色彩是不是 对 你看用了深蓝色 而且这个蓝还没柔和 谢谢大家 乡村振兴 文化先行 文化自信来自于对自身及周遭充分的了解 身处身善依然可以跟在沃土梦向天 爱的新兴之火也可以点燃理想的火炬 让这些新鲜的学业 因为他们是一群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孩子 希望他们能够影响带动到我们当地的小孩 把他们的一些创新的思想 一些好的学习习惯 方法 还有一些他们的收获的东西传播下 针对这些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孩子们 志愿者们在慎重选择课程内容之外 更加注重授课的方式 完成相应的课程任务获得宝藏 这成功激起了孩子们的探索兴趣 寻宝是外在 课程是内在 几粒红豆 一张音乐简朴 一个科学实验盒 宝藏的真谛也给小朋友们最好的人生启示 最大的宝藏在于自我不断地成长和完善 这个宝藏帮里面其实装都是我们第二周要上课的内容 所以就相当于把整个活动串联起来 相当于是这样子 就是我想让孩子们在整个课堂中参与的更高 然后试试证明也是这样的 因为当我们说有个挑战会在等待的时候 他们就会更愿意去积极地配合老师去完成这个挑战 老师说这个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挑战 刚才上的大字 我喜欢刚才的这件和那个吴雨晴老师上的课 折子 感受美 发现美 体验美 创造美 夏令营的课堂上 孩子们如雨后春笋般滋润着爱和美的教育 而在课堂之外 他们一起创造着另一种绚丽之美 潭溪村文体广场 仅40平方米的灰头土墙 志愿者们和当地村民以及学生 用手中的画笔 在专业设计师以辉老师的统筹指导下 画格子 弹墨线 钩轮廓上颜色 三天时间 一幅乡村美景便悦然墙上 千墨交通 鸡犬相闻 田间稻碎饱满 树上硕果累累 感觉我们的乡村变得美 树本主持统 全面融业 平方式 表扔 并不是 整成人会 课宵 莱维 阿姨好 中原 来学习一下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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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再来 阿姨 我们能不能下去啊 现在 这边 来 这边 这边 我以下厨感觉不错 要差多深啊 大概 不用很深 差个3到5厘米差不多吧 田可更稀 书可读 半为农者 半为乳 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 这些成长于诚实的大学生志愿者们 用双脚感受着土地的温度 挺新鲜的 地图的感觉很奇妙 我感觉很兴奋吧 不知道你一直要下去会生多生 也不知道会采造什么东西 辛苦吧 就更能感觉那种 出荷日当武汉地河下土 想到自己吃到的粮食是这么来的 就感觉会更加珍惜了 光那一片就是我差的 接近自然 好荣誉自然的感觉 需要付出劳动 然后才会结出果实来 妈 妈 妈 这个问题我不回答 问题其他的吧 你小时候学习好吗 我小时候 对 学习其实不能算特别好吧 大概就 中上 中上 初中呢 初中 也大概就中上 那你为什么考上大学 为什么考上大学 那我后面用功了吗 对吧 还用功了 认真学习 对啊 还真的假的 你们也可以的 我也就是从我们那边线出来 这些大学生 小学生的这个沟通 交流 互动中 获得了一个榜样的影响 可以说他们在梦想的路上 开始埋下了奋发图强 为国担当的这个种子 我长大想考进清华大学 我长大我想考进北大大学 我长大想做一名医生 我想成为一名乒乓球 我长大想看 我长大想教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